4月20日,有媒体曝光了一组日前网友偶遇到王力宏一家五口同框出行的画面,王力宏的家人罕见曝光动态,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讨论。 画面中,王力宏穿着身色休闲衬衫,留一头长发带着棒球帽,打扮十分低调,独自走在前面,娇妻李敬磊和保姆则跟在身后,合力一起推着婴儿车,罕见露面的李敬磊长发及腰, 背影看起来身材窈窕鲜瘦,穿着超短上衣露出一节小蛮腰,相当吸睛,当李敬磊发现有狗仔跟了他们一路后,回过头来看了一下,照片中可以看到他的身材高挑,和旁边的墙高只差一个拳头的距离,这个优越身材比例拿到娱乐圈来和女明星比也丝毫不输,一向在公众面前低调的王力宏和李敬磊此次被曝光动态, 一家五口罕见铜矿引起了不少网友的热议,有网友表示王力宏和李敬磊在外分开前后走,也不帮着扶一把,不像是恩爱的夫妻,说到王力宏和娇妻李敬磊,两人年龄相差十岁,从女方十几岁时就已经相识,可谓是青梅竹马。 2013年,王力宏和李敬磊登记结婚,并在五年内生了三个孩子,感情如胶似漆,生活中的他们也同样甜蜜,早前,王力宏晒出一张半裸上身的腹肌照,并配文表示要恋成怎样老婆才会注意我。 照片中,王力宏对镜自拍大秀肌肉身材,李敬磊则在沙发上低头玩手机,夫妻俩的日常十分有趣。 另外,在2018年,王力宏的经纪人在社交网络上晒出了一张第三视角的照片,王力宏小心翼翼拂交期李敬磊下楼梯,两人在后台没有观众的地方互动,处处体现着温馨和体贴。 如今,王力宏和李敬磊结婚已有八年之久,从最初的二人世界变成了现在的一家五口,虽然很少能够看到他们一家人的动态,但现在看来,一家人能够齐齐整整的外出逛街,想来生活还是过得挺滋润的。